好,我們第一個要來講解Sketch-up的環境設定 好,我們老師習慣用的 那個工作環境就是第一個 我們先把入門關掉 再來一定要開啟大工具集 好,再來 檢視裡面的樣式 這個可以拖拉,直接拖拉過來 放在這邊 再來檢視 所以這三個要把它點開 再來,我們現在做的 現在老師是示範給你看 我們現在這個版面 這個 這個 檢視 它其實 是屬於 剛開始設定的時候 它一定都是這樣 有透視感的 可是有透視感的東西 會影響我們判斷 大跟小 所以我們 要把鏡頭 切成平行投影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那個 環境的設定 好 順便介紹一下這個 檢視這邊 這個就是等角圖 這個就是上視圖 這個就是正視圖 右側視圖 這個可以直接從這邊控制 再來 這個就是 基本上 它是實心的 有陰影的 這個就是只有線稿 沒有一些 表面材質 這個只有線 都只有線 前後的線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這一個 再看到虛線 或是透明的情況 這個有時候在操作的時候 會用到